因为我刚刚在笑她的字 我说你一个大汉子 怎么字大小不一样呢 阿弥陀佛 是在精巧细微 前些日子 我到人家家中 去办理些法事的时候 摆了这么一桌酒席菜肴 要预备 跟灵魂们谈事 和解 化开 从那一菜肴上 第一个细节 菜肴好吃与否 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 摆放的好看与否 是第二个关键 第三 丰盛与否 也是个关键 只要在前头是把所有事都 理得清清楚楚 不失礼 并非将就 很多与 鬼魂们要谈的事情 其实不那么难 因为他们就跟你们一样 比如说呢 菜肴上都需要 少 玩 快 那一天呢 我在那按桌上 调了许多 方向 你还有那不会动的吗 有 秀 给我看 好 现在 就给他们看一眼就好 也没有要看很久了 行 好好好 那个勺的方向 除了香 要正 要直 勺放的方向 也得要一样 快放的方向 要整齐 盘 菜 汤 果 水 酒 都要整整齐齐 你说不整齐 会怎样吗 师父 我便回你 不会啊 那你前面 刻扣了点 后面精子 你就补多点吧 来给他们看一下 鬼魂们 也是有理 也是讲究的 如果你给的东西 你想要化和解的心意 是足够的 祭祀没有那么难 但它难在于 你们只知道 也只愿意了解 大纲 不愿深入细微 不愿深入旧礼 所以呢 人们照着这样子摆 你也照着这样子摆 但你不知细微之处在哪 就误实了 我要你们想想 你们的生活之中 生命之中 你可以细微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比如说 你们现在正在看金句 那你的衣着是什么 你坐下的姿势是什么 你是拖着看金句来思考 还是你是正的直挺挺的看金句 四周无声无杂乱 跟着我的思维走的呢 这都是细微之步 而细微之步往往才能把你拉起来到另一片天上 但你们现在都太讲究四方形 看了就忘 过了就活 所以人 越来越空了 阿弥陀佛 先想想你手边第一件能立马改的细微是什么 就知道我说的差别了 阿弥陀佛